五十九萬劑自購的 AZ疫苗到貨 沒想到這批AZ效期 竟然只有到十一月三十號 難道是要國人打 快過期的疫苗 在一黨痛批 明明各國都在搶疫苗 台灣卻還只能買到集計品 但更關鍵的是 到底是誰允許收下集計疫苗 先前郭台銘要買BNT時 醫師禮賓 還曾在廣播節目上嘲笑 透露有聽說 這一批BNT是快過期的疫苗 直到被批評後才改口道歉 沒想到郭台銘買到的不是過期貨 反倒是蔡政府自己 買到集計品 網友開酸 蔡政府就是被AZ廠商 當成真乞丐 撿人家不要的 是沒人想打才丟來台灣 就怕集計的疫苗 最後根本打不完 在提升疫苗覆蓋率之前 恐怕蔡政府得先交代清楚 超前部署的自購疫苗 為何都成了集計品 記者林希倩 許國豪 台北報導